太閣 太閣 不好意思 我不聽我講這個 平均文靜 大家快點離開一點 我想今天的檢控 如果你看最近內地 特別烏瀚村的抗檢的行動 最後中國共產黨的省政府 都特別穩對人 還有專制小組 去拼取居民的意見 和肯定烏瀚村人民的訴求 基本的價值和意見 但是香港的政府 連獨裁的共產黨都不一樣 因為這個公公正式 歸縮在自己的官邸 歸縮在自己的安慾 靠警權 來保護他們 完全沒有任何的勇氣 更加沒有任何的誠意 面對人民的不同的訴求 所以香港的股市的容量 可以說是 就是我殺得 極速我殺 在十年中的年 你看到全世界的抗爭運動 都會帶來這個極權的立場 翻天竹地 帶來這個的改變 所以我絕對相信 人民力量雖然人數不多 人民力量雖然是一個很新的組織 但是我絕對相信 你看回整個世界的潮流 如果哪一個的社會 哪一個的地區 哪一個政府是沒有民主選舉的 最終這個獨裁和極權政府 是一定會下台的 是不是 是 所以人民力量一定會堅持 我們一定會堅持下去 直至這個特權 特權 特 對不起 這個獨裁和特權的政府 這個政權下台 除了此 幸好我呼籲各位香港的市民 不要貪圖這個頂站的安樂 香港人其實很驚慌 在自己的地方 台灣的選舉 有1700萬個選民 香港的選舉 不可清晰的選民 是不是 我們仍然都是和這個 港英靜民地的時候相差不一樣 那時候就是英國 靜民地政府下的二等公民 現在香港人就是 在這個特區政府之下的三等公民 是不是 所以大家如果不覺醒 大家如果不站出來的話 香港人只是繼續 你能夠不合理的管治 和不合理的作者 所以大家一定要堅持下去 謝謝 好…